好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视频方面的性能 这回的GoPro11它是使用了一个8比7的CMOS 也就是说基本上接近于正方形的CMOS 它的镜头的模式会比较多 比如说在Superview上面还有Hyperview 这样更宽的一个视角 或者说你用8比7的模式去拍摄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比较充分的去使用 GoPro这个新的1.9分之1的接近正方形的CMOS 但是我在外面比较的时候发现 GoPro11它实际拍摄出来了画面 并没有这些参数让大家感觉上那么宽 我比较了Hyperview还有Superview 包括4比3的模式 8比7的模式 16比9的模式 发现GoPro11在各个模式的情况下 视野都是没有Angry 3的超广角视野宽的 除非我把Hyper Smooth防抖给完全关闭的情况下 GoPro11的视野会比较接近Angry 3的超广角 如果此时我在Angry 3的超广角的情况下 把防抖关闭的时候Angry 3的视野会更加广 所以我不是非常的清楚这是GoPro11的bug还是什么原因 这让我觉得GoPro其实并没有在视频的模式下 完全使用所有的CMOS的面积 不清楚它是为了防抖还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做照片对比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GoPro11的照片拍摄出来的视野和Angry 3几乎完全一样 它在视频模式下视野没有Angry 3宽 我是有点不太理解的 而且在使用Hyper View的模式情况下 我发现它其实是把8比7的Smith的视野给压到了16比9 或者压到了4比3 所以整个画面看起来会非常的怪 如果有人站在画面的边缘会显得腿非常的短 如果你此时把这个画面给拉伸成原来的比例8比7 你就会发现人的比例是正常的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在某些画面当中有很明显的直线条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画面里面有护栏管道肯定明显是直的 但是在Hyper View这个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它变成了一个折角形 是有点三角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画面畸变的控制算法GoPro11做的并不是很好 网传就说GoPro11它比较容易过热的 发热比较多 我们那天在用的时候发现确实同样的情况下GoPro在拍摄的时候明显机身会比较烫 尤其是下面支架的部分 然后我让小姐姐摸了一下 她的反应你就可以知道GoPro确实是会更烫的 摸一下这个地方 好烫 而XGIN3整体机身摸着就比较温一些 而且后面我们在鼓浪雨上面拍的时候 因为中午过去还是太阳比较大 天比较热的 一路上我一直都在拍 然后GoPro就出现了过热关机的情况 而且被我的手机正好拍到了 以前是有 如果你是 所以过热控制方面的话 我觉得GoPro11还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我们下午之后 我们也一直持续拍 就再也没出现过过热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跟空气的气温有比较大的关系 如果你需要长期的持续的使用GoPro拍摄视频的话 建议还是找一些散热的解决方案 那这回我也跟GoPro11的声音做了个对比啊 我发现相比GoPro8来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GoPro11有过更多的处理 在有些情况下发现它的声音的处理是不如GoPro8好的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觉得两台运动相机的声音都表现的差不多吧 你怕黑吗 就晚上怕黑了是吗 我说怕不怕晒黑 我说晚上 你怕黑吗 你怕 就晚上怕黑了是吗 我说怕不怕晒黑 我说晚上怕 无所谓了 已经黑了 应该说我挺喜欢没黑的 我觉得也 是吗 对 啊 给你的屏幕打烊 因为屏幕拍是让我看 真的很好看 啊 给你的屏幕打烊 因为屏幕拍是让我看 真的很好看 就像开了预径一样 嗯 像调了色的 真不错 就像开了预径一样 嗯 像调了色的 真不错 这多少钱啊 你手机 测估计的7000块吧 这么贵 小米的旗舰机啊 这个吗 莱卡跟莱卡合作 这多少钱啊 你手机 测估计的7000块 这么贵 小米的旗舰机啊 这个吗 莱卡跟莱卡合作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 我们在古浪雨上面走的时候 发现在岛的一个角落 这个地方风特别大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测降风造的效果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横屏 哇 好大风 画面感觉是比较冷的啊 就感觉没有那么有情绪 但是呢 在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隧道里 这光线的颜色 区别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燥点水平就会拉开比较大的距离 但是GoPro11呢 这回用的是一个1.9分之1的CMOS 相比于Action3其实也差不太多啊 因为两个CMOS的画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示意图 他们两个CMOS叠在一起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GoPro11的CMOS变大 所以其实在光线比较暗的环节下拍摄 比如说我们在隧道里面 我个人觉得看起来是差不太多的 不过呢我们之前讲过GoPro11 它有一个视角比Action3小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认为GoPro11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 并没有用到完整的1.9分之1的CMOS 所以在一些光线特别暗的地方呢 你还是能够看到GoPro11 噪点水平要比Action3更差一些 也会看到更多更大块的跳动的彩色的噪点 相比之下呢 Action3它的噪点就会更加的安静一些 而且我发现GoPro如果遇到一些纯黑的东西 它的噪点就会很明显比Action3更多 当然这个可能是跟GoPro11的动态范围比较好有关系 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讲为什么Action3 它遇到比较黑的区域 噪点水平会比较低 然后说一下两台运动相机的颜色吧 我觉得GoPro11和Action3在使用标准的颜色的情况下 其实表现的都非常的不错 唯一我觉得Action3有些问题就是 它的曝光转换的速度比较偏慢 我们之前那期视频给大家讲过 Insta360玩RS它的曝光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回在GoPro11可能CPU更好的情况下 反而显得Action3的曝光速度比较慢 而且Action3在标准的颜色的情况下 它压制高光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可以看到很多的场景下 天空就特别容易没有细节 直接就过爆了 在光线比较暗的环境下 Action3也容易把高光给弄丢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隧道里 GoPro11可以很好的保留墙上灯光照到的墙壁的岩石的纹理 但是Action3的话就比较倾向于 过爆细节就没有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曝光的策略 所以Action3在大多数情况下 看起来曝光会更亮一些 因为它不太把高光给往下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人物的肤色看起来会更亮更好一些 GoPro11在表现人物肤色的方面 就会有些劣势 扭到后期的时候 就需要通过一些手法来 把人物的肤色调到更亮一点 回复一些 不过我觉得Action3它的颜色的控制算法很奇怪 有时候天空特别蓝 保护度很高 但有时候要比GoPro11颜色还要淡 你有点捉摸不透 它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 会怎么去控制这个饱和度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两天运动相机的低饱和度的模式 GoPro11还是有传统的平面模式 Flat Action3依然是用了之前的D-Cinelike 我们之前有比较过Action3D-Cinelike动态范围表现差到不行 甚至连GoPro8都干不过 这回换过机器以后也依然是没有任何的进步 它的颜色表现我感觉是跟普通的模式一样 你有时候感觉它的颜色很淡 但有时候甚至还要比GoPro的平面颜色保护度还要更高 所以就特别的奇怪 你在后期还原D-Cinelike的颜色其实还是挺麻烦的 不同的片段你调整饱和度的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D-Cinelike或者是用平面模式的 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获得更高的动态的范围 后期会有更多的调色的空间 但是这回跟上次还是一样的 这回面对GoPro11差距就会拉得更大了 GoPro11似乎换了新的芯片以后 它对于高光的控制相比GoPro8有个明显的提升 顺光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Action3都很难去把天空给压制下来 某些场景比如说被太阳直射的皮肤也容易出现过曝 但是GoPro11就会保持的比较好 更不要说在一些侧逆光的情况下拍摄 饱和度低不说 而且处在阴影部分的偏暗的部分会看起来特别的脏 尤其是处于这个区域的皮肤 你后期想要救回来 对于这个调色的技术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是挺不友好的 如果是遇到大光比的逆光的环境 甚至是根本没有办法看 你看同样的拍摄场景下 Action3甚至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 但是GoPro11你可以看到它动态范围非常的好 手机的屏幕看起来非常的清晰 再到一些比如说树音的场景下 Action3树上的树叶都黑成了一坨 细节几乎全损 而且现在Action3还没有更新到10bit的固件 只能够内录8bit 再加上我们之前讲过的Action3 它视频编码的问题在暗部的时候 会有很多压缩裂化的情况 这个时候你通过后期调整 把后面拉回来 你不仅会发现Action3的颜色也没有 细节也没有 只能够得到一些黑白颜色的 而且很多断层的色块 但是GoPro11所有的片段 我都是使用10bit拍摄的 后期拉回来 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噪点 但是颜色以及细节保留 都是远远要比Action3好很多的 Action3D Cinelike 后期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调色的空间 对于画质稍微有一点追求的人 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Action3里面这块1.7分之1的SIMOS 似乎对大江来说架起来是有点吃力的 并没有完全的挖掘 这颗SIMOS更进一步的性能表现 好这个就是我这段时间 对于GoPro11和大江的Action3对比的一些提 可以看得出来 GoPro11这回换了新的芯片以后 补上了一些过去GoPro运动相机的短板 比如说容易死机 操作系统反应比较慢 或者是视频的规格 有点落后时代 或者是续航的表现 虽然说在某些性能方面 比如说UI交互的方面跟Action3还是差一些意思的 但是通过后面的画质的对比 你可以看到GoPro11依然是运动相机画质的天花板 不仅是解析力更好 颜色更好 动态范围更好 可以说在各个方面 都是碾压Action3的视频拍摄的性能的 通过这个比较下来的话 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日常使用GoPro11 Action3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加适合一些对于画质 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普通用户去使用 因为毕竟Action3还是便宜了几百块钱 可能很多人更愿意去牺牲一些视频的画质 还是省几百块钱 希望这期节目对各位有帮助了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